小智小智 我 小智小智 刘姐 大小姐您找我 什么事 她还没回来吗 还没有呢 林小姐这么着急找我 有什么急事吗 就是随便问问 你不是好奇 你身边的人怎么了 带你去个地方 敢不敢跟我走 我有什么不敢的 扶我 老妈 你把知道的都告诉她吧 那天等我上去二楼的时候 您已经晕倒了 林董让我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当时现场茫茫乱乱的 围了好几个人 我也没仔细看 后来 池总就来了 大家就一块把你送去了医院 那我爸是怎么死的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 送你去了医院后没多久 林董又匆匆回来了 说是要跟池总谈点事 他们就去了书房 我还给他们送了茶水进去 可是等我出来没多一会儿 就听见池总在叫人 我上去的时候 池总跟夏小姐 正在给林董做急救呢 我赶紧叫了120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你是说 我爸死的时候 陈山和雨薇在她的书房 是啊 陈山和雨薇在她的书房 是啊 陈山和雨薇在她的书房 陈山和雨薇在她的书房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不用跟我道歉 我受不住 爸爸死的时候 雨薇他们就在现场 为什么雨薇说 书房那几天 除了爸爸没人去过 林小姐怎么无声无息就起来了 我正在换衣服呢 我什么都看不到 是你自己想太多 林小姐又有什么吩咐 我要喝酒 我可不陪你喝 愿你看着我喝 我喝酒 你慢点 我想了一晚上 也没有想明白 池山和雨薇 为什么要撒谎 林小姐 你就真的没怀疑过池山吗 池山 你这边 你很想着想着 我能带着你 带着你 你会不会 你画着你 我自己都给你 你画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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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到时候 我找当证据搬到林家 你又该怎么办 童童你怎么来了 雨薇 你房间是有别人吗 没有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没事 可能是我听错了 你坐 好几天没和你碰面了 过来找你聊聊天 童童 童童 你怎么会突然问要那个卡啊 我们当时不都已经看过了吗 我这是想保存一下 毕竟那个里面 有我爸生前最后的影像 希望将来我能看见了 还能拿出来看看他 不好意思啊 童童 我以为我们已经确认过 那个卡没什么用了 所以我就扔了 你扔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当时是觉得 不想让你再想这个事儿了 所以我就 你确定找不回来了吗 对不起 我确实是扔掉了 那没什么事 我先回去了 这边 这边 林心同不会是怀疑上我们了吧 他怎么会突然想起来那张卡呢 对了 前两天他拿了一个U盘给我 让我帮他看 里面是一个叫秦莫瑶的人 会不会跟这个事有关 秦莫瑶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这事儿 那我怎么知道嘛 我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儿书 没有想起来是谁 是我当时 过来换遗嘱那个人 这么看来 林心同是从秦莫瑶那 知道了遗嘱的事儿 所以怀疑我们 不对 你说林心同得到消息 周末不是周末 是一个叫秦莫瑶的人 难道这个周末就是秦莫瑶 一方万一 你去查一下那个叫秦莫瑶的人